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陈总 如果今天不交付订金 明天可能也卖光了 可是现在我没有那么多钱 那要算 我再去别的我看看吧 陈总 这个户型呢 我有个客户还没有招全订金 您今天如果可以订下来 今天打订金的话 可以先考虑给您 我可以送您一个车位 您看呢 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钱的预算 再说了 我现在骑摩托 要一个车位也没什么用 陈总 我相信以你的实力 将来一定能买车 像时时的夏天这么热 热得像个火炉一样 那还像以前一样 骑着摩托车 带着老婆孩子 风吹日晒雨淋吗 你要考虑清楚呀 好 我先交电金 还是很速的 空档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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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她借个房子 老板好 看看有什么中意的 这个月正好有活动 在七折的基础上买购五千 再给你九折 折上折 好 就这套吧 好 稍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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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晴 晴晴 承开 晴晴 这个人吧 分开后还挺想他的 挺心疼他的 他平时什么都凑合 睡也凑合 睡也凑合 经常不洗澡就睡觉了 早上一凿起来 就随便抹一把脸 就走了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可能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吧 我跟你接 你说你什么意思吧 不用 我现在不想接 等一会儿我打个电话问他一下 是 是不是有什么事 看来这次是一定要见了 他要我把钥匙还给他 你把钥匙给我 我给他送回去 那也不能这么绝情吧 还是我自己去送吧 在wendику 如果向了搬去见他的话 那肯定要陪他吃饭 吃完饭 如果他再提什么要求的话 那 那我就尷尬了 那就约明天白天 在外边 他能提什么要求啊 我把冷言也叫上 我们陪你一块儿去 要三份松茸汤 要四份 成功了 一份香羽扒板栗 再来一份花咖驴线 干锅土豆票 你这也是给成功点的吧 谢谢 感觉 还是很在乎他 以前 他脸一崩 我心里都是紧张的 他一下我就觉得云开雾散 整个人都温暖 既然这样 何必离呢 不知道 感觉像是你们俩约会一样 有吗 那 不是 如果他要说复活 或者后悔这里的话 记得把话题岔开啊 好 你们也在啊 请坐吧 好 陈坎 我们刚点了一些吃的 一会儿上来之后抓紧吃吧 吃完我们三个还要去签合同 跟别人已经提前约好了的 好 好 好 现在我现在也搬到厂里面住了 一是省钱 再一个呢 今天也比较方便 谢谢 我有个事 咱俩能不能单独说一下 那个 我们真的约了人 有什么事下次再说吧 就一分钟 我收完就走了 那倩倩和冷烟都不是外人 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好 不然我 你住在冷烟或者杜倩的那儿 也不是个长纽事 我给你买了个房 我不能要 你别紧张 我这是真心实意给你买的 这房子不大 小两居 进装修 你可以随时拎毛入住 对啊 这下面还有一个车位 我想你以后肯定用得上 我们已经 离婚了 我希望因为房子的事情 我懂 我懂 我买这个房子呢不是说 要挽留你的事情 现在想挽留也挽留不住了 我就想吧 当初 娶你的时候 你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就结婚的时候 就还结得那么 那么草率 结得那么寒碜 我这心里面 真美 本来我想给你买一个 首饰什么的 戴身上我觉得会好看 但是我一想 就买一个房子 房子我觉得实际 对吧 我想让你再试试 做得踏实 有没有 你就买这房子 不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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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让你带光 自己 很想要 你 你 不许你 你 你 不许你 和我 你 谁要是有罗难什么的 这还有个地方住 我们近江男人吧 这有三分奈何 我肯定不会离婚的 这离婚其实 其实吧 挺丢人的 真的 自己不见了 现在已经这样了 我以后 我 我可能还会再婚 就还会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到时候我就不可能 才退了 退万了这 不要让你 我真的不能要哥 诚恳 我以前也伤害过你 我跟你说 对不起 但这个房子 我是真的不能要 要么这样吧 老爷 多谢您 你们给我做一个证 这套房子呢 是我 诚恳自愿给花儿买的 以后绝对不会反悔的 实在不行的话 我 我也可以写一个保证 保证以后才不会打扰 他的生活 我 霍儿 厂子呢 也好好做 以后要是一套好的就 我 离婚的事情 我先不给家人说 房子 留着 在这儿 和老爷 你不是 因为你呢 我也不思议 他 混账了 你现在 sequer 都不在意 索尔 有 叫 什么 都不在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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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不爱他了 还是他不爱你了 我也爱他 他也爱我 很奇怪吧 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 就说也说不到一块 说也说不到一块 就只好分了 可就这么分手了 是不是太清晰了 这我们在一块的时候啊 就没有想到要分开 当时吵架的时候说分手 这谁也控制不住谁 这真的分开了 我心里边也空牢牢的 我们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其实夫妻之间通常没有什么大矛盾 全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话赶话谁也不让着谁 大家都要面子嘛 做书的决定都是违心的 谁又都不愿意退让 就彼此酿成了一个 让大家伤心的结果 你说得很准啊 那你结过婚啊 没有啊 那我怎么感觉 你对婚姻很了解 因为我爸妈就是这样离婚的 其实他们是相爱的 却都太要强了 两个强势的人在一起 婚姻就变成了战场 我觉得强弱搭配的婚姻 才是最好的 你别忘了吃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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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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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哥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和俄罗斯人 没有合作过 但是不知道他做生意 可不可靠 人家把各个细节都聊到了 你还看不出来他们的诚意 这么大一件事 他们好像没说几句啊 这就对了 人家外国人做生意不像网网 没完没了地扯去拉屁 你把力给让到最大化了 他还跟你砍呢 整个就是逮着个蛤蟆 钻出尿来 我告诉你啊 我们福建人可不是这样 对对对 你们福建人除外 卢帅 这一别多年 没想到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还是这么亲 再说了 你又说 你又不要中间的这个环节 这个中间差架 对 作为你口中的大哥呢 我敬佩你的为人 但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无礼不起早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是做生意的 不就是为了赚钱 你跟俄罗斯人那边是比较熟 以后啊 避免不了 你跟他们经常接触 所以 我想 开了公司以后啊 这边的业务呢 你做副经理 大致呢 做总经理 你觉得怎么样 这么信得过我 让我做副经理 没错 我是法人 出了任何的问题 给我来担着 对啊 在这家公司里面 我还给你一定的肝骨 行 你也别想 到这儿 小雅 你们就留在北京 跟鲁顺把这个合同做一下 我呢 得回去 参加一个竞标会 不是说好后天回去 让鲁顺给我们逛逛北京吗 对啊 就是 竞标会要花很多钱 你们公司的实力 也就只是陪跑 还不如在北京多待两年 我请你们到老莫去搓一段 我告诉你 这你就不懂了 这次参加竞标会的 各个企业都会拿出 最优秀的产品来 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 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还有啊 我这次回去 我还有一件大事要求 所以啊 老莫呢 就留着下一次 我请你和俄罗斯人 一起来 如果这件大事做成了嘛 我们就可以壮大发展 可以和海光城相比肩 好 那既然这样 我就不拦着你了 祝你一切顺利 把我到成功 谢谢 好点了吗 你们大家都让开一下 让开一下啊 把这个空气给让出来 这样围着的话 不流通会更热的啊 还有啊 你们不能渴了再喝水 平时就得喝水 知道吗 这样才能起到 降水防温的作用啊 你怎么就 拿了两个过来啊 我怕等一下都不冷了 我等一下再过去拿 怎么样 来 小汤 感觉好点了吗 我 我刚才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好了 给他敷什么 直接打开让他喝进去 汤总不行的 他这样的话 一下都会受不了的 小金 找两个人送他回宿 小张 小李 你们把他扶到宿舍去啊 这个 这个 拿着 拿着 给他边扶着边走啊 小心扶着 扶着 扶着 慢点啊 慢点 康总 你这也是中暑了吧 你赶快坐这儿休息一下吧 怎么了 这么热的天气还往外跑 赶快去沙发上休息一下吧 没事吧 小金 你赶紧去看见小唐怎么样 小金都说了让小唐不要喝冰水 你还一口气喝那么多水 现在是不是肚子疼了 不是肚子 我就是觉得 我觉得这里面堵得慌烧得慌 还是 哎 花 你这个样子不像是中暑哎 你是不是有了 有什么呀 你怀孕了呀 你慢点 快点儿 喝点 慢点儿 别烫着 就是来个月 没那么娇气 我坏叮叮五个月的时候 还上体育课呢 谁能跟你比呀 你这身冷不济 死不不灵的 现在是年轻 那等你老了 我们还在跳迪斯科呢 你就主拐棍了 哎 你上个月几号来的 要大了就不好打了 营查可受死罪了 这你也经历过 我做人流的时候 医师说过呀 今天 我一查是阳性 还要给我吓出一身冷汗了 本来想亲手亲脚的 做场子的 真倒霉 怎么又遇上这个事了呢 呸呸呸 什么叫倒霉啊 你父母不也是这样 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再说了 谁说做场子 就不能生孩子 哎 我跟你们俩说呀 这单身女人带着孩子 就是不方便 别说搞事业了 这感情和生活 都是雷震 就拿丁丁来说吧 我有这么个私生子 生哪儿都不好说 哎 我可跟你不一样啊 我孩子有爸 我和诚恳是正经夫妻 只是又合法离婚了 别瞎比喻行不行 是啊 浅浅 以后别再叫丁丁私生子了 这么难听的词 对他就是侮辱 哎 你自己没心没肺 我们不管 你得让你儿子有尊严 知道吗 对呀 私生子私生子的下脚 啊 从今天开始呢 你就要好好保胎 什么呀 胎儿好好的没有问题 保什么保 那就每个月去医院 咱们做产检 随时观测孩子的发育动向 我这么说总没问题了吧 母婴专家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 诚恳知道了怎么办 跟他没关系 但是抚养费得踏出 我不需要他给抚养费 我就是怕他跟我抢孩子 你是担心他要和你复婚 这肚子几个月显怀啊 五个月就显怀了 诚恳要是看见了 肯定跟你有一场 夺子大战要打 花儿 别犹豫 你要是怕他来闹 我明天就去跟你约医生 赶紧打了 倩倩 你这出的都是馊主意 那孩子 哪像你说得这么轻松啊 说打就打了 花儿 你听解的 这个孩子 是名正言善的 咱们得要 无论多难咱们都得要 以咱们现在的能力 咱们养得起他 光潜 我们以后这会越来越好 嗯 这个孩子呢 不管是男是女 我都要 对啊 这件事情 只能我们三个知道 你在浪仔那儿 别说漏嘴了 还有 诚恳的人 一定要守口摸平 嗯 你放心 不过这次 你总有理由 搬进诚恳给你送的房子去了吧 嗯 陈总 郑总 胜败乃兵家常事 别放在心上 我想的不是输赢 是输入 这销售本来就是你的想象 这不是问题 谢谢 嗯 要留下聚餐吗 你会吗 哎呀 这当绿叶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来 要是不急着回去 我带你去吃土鸡 我正好有些想法 想跟你聊一聊 好 哎呀 其实我还觉得 你觉得什么 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好 谢谢 那我就是说了 现在所有的品牌啊 都是把销售方向 放在一线二线城市 这是为了你的 无非就是想把 它的品牌价值提高 增长它的利润回报 这是对下级市场 绝对没有信心的 郑总 其实你也知道 现在福建的协商 没有上千家 也有好几百家 而且这个数字 会不断上涨 狼毒啊 肉伤 你说的这个问题 我到底能帮你解决 你说说看 诚恺 你可以把你的昂图 卖给我 郑总 嗯 你不是跟我说过一句话吗 叫 商业上没有一加一 等于二的定位吗 嗯 说不定咱们俩合作起来 会是个负数呢 嗯 陈凯啊 你是在东北和华北 有市场 嗯 我呢 是藏江以南较的想法 嗯 我有技术 你有销售 我想应该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 啊 郑总 我非常感谢你的好名 但是我昂图的品牌 我绝对是不会卖 嗯 嗯 要么 我向您汇报一个事情 嗯 嗯 别说汇报 你说你说 嗯 出场上的事情 你知道多少呀 略有事情啊 我从北京回来第一时间啊 我就找出场上了 说真的 我真不愿意看到 当初和海光场 想匹敌的 这第二大厂 就这么无声无息地 倒下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想结果就敢打气 陈凯 这你的想法 一个企业经营不下去 那肯定是方方命运的问题 是 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策略 和产品问题 这是七一 这七二呢 你接了这个鼎盛 包括它的债务和一切问题 你都要接受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处理完的 搞不好会把你压垮的 郑总 这个我明白 朱厂长那边我已经谈过了 我仍然沿用鼎盛的牌品名称 鼎盛 昂图双品牌 同时走 名字我都想好了 叫彭城鼎盛协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凯啊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和意气 这件事情 让我对你观目相看 但是 只占有北方市场 这个品牌是做的 郑总 你们别忘了 当初可是我把海光的鞋 卖到北方市场 也正是因为我离开了您 这海光的鞋在北方的市场 可是逐年下降 这都是一个小猴吧 这鸡的味道很好啊 对了 盛远 小康最近怎么样 可以被小康打托一份回去 不用了 郑总 坐这一锅鸡挺浪费时间的 也好 来 快点儿康 谢谢 郑总 你最喜欢喝什么酒 董酒的品的是酒中的美妙与韵味 是酒的 是对酒精的渴求 与依赖 那你 是后者 对 起初想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去洗尸那段浓郁的过往 但是后来 把自己的灵魂也给了酒精 无法自拔 我都没有想到 我自认为自己有着超强的意志力 可以掌控和驾驭自己 但到最后 却成了酒精的妇孺 那 那 我 那 今天 你让我体会一下 这个恶魔的魅力有多大 你会喝酒 钟老师 祝你早日战胜成魔鬼 酒 酒不是这么喝的 那是怎么喝的 人们不就想见识酒精的所有 放纵吗 我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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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得过的 我干了 你弄得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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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烟 冷烟 别喝了 冷烟 冷烟 你没事吧 冷烟 冷烟 廟 冷烟 冷烟 霜烟 多亏 请进 冷烟 怎么样 钟老师 我没事 快紧进吧 你别动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就是现在头还有点痛 昨天晚上 不好意思啊 昨天晚上醒来的时候 还在想你的天使与魔鬼的理论 也许酒 真的是一把可以打开锁臂 魔鬼笼子的钥匙 但是当这把钥匙 不在你手里的时候 你就被封锁了 天使与魔鬼无处不在 那你的钥匙呢 丢了 我帮你一起找吧 但愿能找得到吧 对了 明天我要回新加坡去详情 你有什么需要带的吗 我没什么要带的 你们新加坡 也有相亲之美术啊 有啊 那好 祝你相亲成功 我只不过是走个行事而已 这已经是我妈妈给我介绍的 第十三个想起点效果 十三个 那 你这一个合适的都没有啊 对了 我突然想起了花儿她怀孕了 听说新加坡有些保胎方法 还挺好的 你们这个就问对人了 我妈妈对这个非常在行 等回去了以后我帮你问问她 我想喝点茶就喝一小杯呗 不行 你现在只能喝水 还想吃点什么呀 一会儿我去给你买 你现在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 别那么娇气 你坐着 我去给你的 陈肯 喂 喂 是我 怎么了 有事吗 没事 就是昨天我在福州见郑总了 她还请我吃土鸡了 本来我 我想给你打玩一份的 喂喂喂 不用不用不用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 新房子住进去没有啊 你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我先去看你 不是 我最近厂子特别忙 我都住在厂子里 你不用来 那个 你见郑总她怎么样了 挺好的 她还说起你了 但我没有 我有客户来了 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你放心吧 不用惦记 我都挺好的 好好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那个我就想说 多注意身体啊 她不知道了吧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现在只有我们三个知道 你别大惊小怪的 我妈说这些全部都是针对孕妇的 看起来这么复杂 不复杂啊 上面都已经写好了 先放什么 后放什么 包多长时间 多想啊 还有 你妈妈是做什么的 感觉对这个 不用研究 我妈 我妈是卖凉茶的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 你很不像 就是你的气质 我明白了 你是想说很像傅家子对吧 我不是 我就是不如同龙家庭 我妈经营的我们那个 中级凉茶铺也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我们那儿也算是老子豪 那还蛮有意思的 什么有意思啊 没事 你把我的酒 全都没收了 嗯